十九,東方日報 奸商甲泉泡牛羊血沖鴨血 2015年7月4日兩岸A25 本部綜合報導,陝西人食火鍋外是鴨血 安康市不發之桃李某於是在今年5月遭訪獨營地下工場 利用重途房購得的牛血,羊血製成鴨血桃李 後來,工場因血水四日,抽棄此備,迅速被市民發現及舉報 而警方亦於5月底查處該工場,拘捕李某 警方查處該客森工場,互聯網圖片 化學品參集移成李某被捕後工術 他將牛血、羊血用化學品參集成鴨血 並且用鋁窩將鴨血搖成半固體 後倒入致癌的甲泉中浸泡,確保鴨血不變質,以便隨時出售 入前,李某因涉嫌非發生產、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以被認去 後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